我们必须要直观新的本性 探寻自信是直观明了性它的本体 直观明了性那个本体会晓得它是横长不断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新的实相 才是真正的本来面目 探寻自信至裸置 裸是赤裸的意思 我们的决心就好像是人 然后我们的念头分别心就好像是衣服 它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说要赤裸呢 就是不要留着分别念 那个分别念是暂时的 不要是随它走 而直接的去观决心 就是无分别的那个决心 那我们也不ертв论会知道 我们开始吃糖色的 那些部分都能吃着 那么我们工作人员的 这都不配合 我们就用了 那个签形调的 那会是 好一些 然后我们和这些东西 那边有关系当时 他就用了 这样一般的签形调 让他们 这同样的签形调的 这样的 就是 在一般来调的签形调 那些 に是啥的。 伯子咖啥的,那些人说, 我吃了的这里。 我吃了, 是什么的。 我的餐廁都行。 我吃了, 我吃了, 那我就去。 我对望念的心 我对望念有用,我对望念有用 我对望念有用,我对望念有用 我们对望念有用,我对望念有用 下面讲到了忘念够水,任成轻,显不破力,安自状 自状就是本来的状态,自然的状态 我们的妄念的心就像是混浊的水一样 而自己我们应该让它自然的能够沉淀下来 那么本来心的沉浸的那个面向 就在这样子的自然放下当中 它就能显露出来 也就是说不需要对妄念去做任何的排斥或者是保留 对于这个如同着构的妄心 不需要去做排斥跟保留 就尽管是自然的把它放下即可 就像是污浊的水带有杂质的水 我们如果只是不管它 任它这样放下的话 不去动摇它 不去摇晃它 不试图去让它变得更干净 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回归到清澈的那个面向 所以我们直视着那个心的本性 去见那个明信 那么不属于明信的那个妄念分别 它就像波涛一样 当你直视心的本性 只是那个明信的时候 如同波涛一般的 那个暂时的妄念的状态 它就回归到平静的状态 在这个当中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魄力 就是你不需要去迎接所谓的慈悲心 你也不需要去排斥所谓的烦恼心 直接的看着决心明朗的那个面向 这些人也不需要去控制 我现在没有人关净 没有人关净 现在没人关净 你就仔终即乱 那颗都不需要去 我以前的收藏 我以前的设计 只是发生据 很多关键 我以前ise合你 那样的话 我们去看 they哀念 听了 一 Royal Royal Club és أchat呀 Vog Sing 這位都是 Being, N obrigет 到我也是 你用 香精 每年都是 Lion of takie 有一些人小朋友 社群人靠你 跟蝙蝠人家 他有的人 在家裡 他很瑪晋 全部都 THE nonprofit 在这一期下来讲到若无取舍解答应 解答应的意思就是在大手印的境界当中得到解脱的意思 也就是对于一切法不加以迎接或排斥 就是无有取舍 自然的安住 这个就是大手印当中所讲的自信自解脱的道理 也就是最终会通达原来心的本性究竟而言跟妄念的本性是平等的 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就叫做于大手印境界当中获得解脱 如果要举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的话 就是下面的两句 譬如树木之夜风断根万千之夜枯 就是今天如果把心的本性跟妄念的关系比喻成一棵植物 一棵大树的话 那个妄念就好像是枝叶一样 它枝繁叶茂的发展者 可是如果你从根本上面把它的根给刨除掉 把这棵树从下面给砍掉的话 那上面的枝叶自然的就会泯灭了 自然的就会干枯掉了 同样的如果你把握住新的决性 新的本性那个决性的话 你只要是守护住 把握住那样的决性 自然的妄念就得以解脱 如果生起任何的妄念都不会对新的本性有任何的损脑 或者任何的增益 它不产生任何的增益损件 这个是按照大圆满的观点来说的 它实际上体现的也是大圆满的真正的利益跟功德 我现在开始指定能够的经济 以为是所有人都在哪里 有什么事情 也有什么事情 我会有什么事情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什么事情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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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婉女和男年 disgu三次两次也是 自由团有一次又还有 完整就非自由 Mucha 跟田车抽高兩次轮软 funeral 是自己的 撒嵩是三萬érique生的隔壁 南才是多美食測的 多印尼上它的肉 酸上是四上的 以後 南lagum有四上的 独特製的隔壁 red 隔壁的那里的隔壁 上壁公益的隔壁 所以我們去理解 我們去煞 然後你去教授 这一段的意思是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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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接下来是, 譬如千劫所击暗, 暗是指黑暗的意思, 一灯珠暗尽消除, 如是瞬间自新光, 累结醉障, 灭无余。 这一段的意思是很深奥的,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罪业, 钙匠染污,这样的事情是否存在呢? 在世俗的相对世界当中, 罪障确实存在, 它存在于何处呢? 它从何而来的呢? 罪障就来自于, 无始以来,我们一直有一种 自我的概念, 认为我存在的概念, 因为认为我存在, 所以进一步的就产生了妄言分别, 产生了烦恼, 由烦恼而造下罪业。 所以呢, 罪业的根本来源, 是认为有自我的这个概念心。 而, 由罪业, 由三界轮回众生的内心认为的这个自我, 跟我自己认为的自我, 还有从自我所衍生出来的烦恼, 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别。 三界众生的烦恼, 跟我自己内心的烦恼, 是完全同一件事情, 它都来自于自我的概念, 都来自于我之。 那要如何去解决这样的相对世间当中的罪障, 要如何去去除世俗地当中的这些罪业呢? 就是要了知。 从无始以来, 这个自我的概念束缚了我们的心。 如果你能够真正晓得, 自他实际上是无分别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的话, 那由自我的概念所衍生出来的罪障, 在一瞬间当中就能够被焚烧掉了。 这个也是透过世俗菩提心的培养, 而达到了物生意菩提心的道理。 就像是, 末世, 世界末日的那个末节火, 它能够焚烧整个世间的所有物质, 但是它不可能焚烧掉我之心。 唯一能够把长久以来的我之心加以完全焚烧摧毁的力量, 就是了知自他不二, 就是了知本来无我的道理。 因为我开始说, 真正正正在一次, 那就是阿宗的经上最受害的。 你自己在证明了期间, 你没有死 strike, 但你没有尽量到自己, 你没有尽量到处为。 插人位到现在。 因此外, 我因此对面来自我靠居的都不一斤, 你为什么会被宕链流掉了? 你不断返到这些人。 所以我他可能相比余, 我一直在泊死, 就是很多人的事情裏得很感 formul 看我也是一樣的 我想剛才是輕易見送的 是一點無精美的 真真真真是 或是 他們說雲獵既我們 worship 他們的人說他們的歌 不能在那裡,我們都不在那裡。 我們不在那裡,我們都不在那裡,我們不在那裡。 我們不在那裡,我們不在那裡。 列慧是若不解意,安守氣要,勿拘義。 气要指的就是风的要点 烈慧是指的就是心力为弱者 什么叫做心力为弱智慧为烈的人呢 他的意思就是随着粗大为戏的各式各样分别妄言所转的人 他不能够安住在实相境界当中的这些人都可以算是烈慧者 也就是当你跟他阐述究竟实相的道理的时候 他会产生了误解或者说认为说那就无有无可修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做任何的禅修了 他对于这些禅修的道理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像这一类的人他应该要把握的是什么呢 把握的就是风气的要点 要修透过卖风的余谐来修持 在讲到修法要点的时候 有所谓的身要点跟风的要点等等 这边所讲的气要指的就是风的要点 最重要的就是将气或者是风让他安住在麒麟 因为麒麟是我们气息的首都 可以说是最为官要的地方 可以说他的国都所在 然后身的要点是要把自己的背脊 把自己的脊椎给挺直 这个就是身的要点 对于初学者来讲 不建议硬性的要求金刚加弧做 不建议马上一定要用双盘来做 但是一定要把在禅修的时候 一定要把背脊打直 因为当你打直你的背脊的时候 自然的气就能够进入到中脉 而中脉的开端就在于我们的麒麟的位置 当你打直了你的背脊 气就自然的来到麒麟 如果是这样就能够把握住气的要点 八德是不是 应该这样的原因 当中没有人 民主要有了 而真如真如真如别的 真是真吗大的 真是真哪 无说的 无说群大 Chief的 真如 tresp大 上镜总理论中 高安的挨拨 挨拨 wyd 有人冲ода ��故意 tack上挨拨 这边讲到这个安守器要误居意的这个部分 当然有从文字表面去做解释 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理解方式 在这边讲的就是你要把握住那个松紧合宜的分寸 就是不要过度的紧绷 也不要过度的松散 你所需要抓住的 所需要把握住的是对于觉性的那个了知的那个民性 就像是佛士